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夾带无情海啸 核电厂爆炸等灾难拍山倒海而来 上万人瞬息之间驾破人亡 当时三月还下着大雪 寒冷无助之时刺激蓝天白云跨海驰援 把祝福的温暖送到灾民手里 其实像一张小小的卡片 可以传到这么遥远的地方 两千多公里的地方 所以他们是受灾 不受到这张卡片的地方 那种动力让他们可以更有坚强的活下去 一句小小的祝福 公传圣德铭记于心 一直很想亲口说声谢谢 终于在多方联系下来到台湾 见到当年才国小三年级 如今已经就读高三的张景瑜 跨越千里表达感谢 大哀台记录下这个动人故事 也获翻今年花莲县为电影创作赢讲 传递更多的感动 希望大家都可以利用温暖 然后感动人情的文字 然后可以改变现在社会 可能比较多谩骂啊 网路上的一些舆论啊 然后让大家都做个有温度的人 一句好话一个善念 让生活中充满着感恩与祝福 无形中就有机会成为助人的力量 大哀新闻 谢宇山柳洪志 邓明怡欢迎报道